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光临 阿N与阿Lam 频道 今日继续与大家分享 粤剧名宁 陈彦龙的演艺人生 上回讲到在日治时期 因为香港和广州都有战事 而澳门相对平安 因为澳门当时是中立的地方 所以省港大部份的名领 全部都去澳门演出的时期 所以陈彦龙两夫妻也不例外 也走到澳门演出 在澳门 陈彦龙曾经埋过很多剧团的班 包括有新星剧团 金星剧团 白驱荣剧团 人寿年剧团 怡移秦天 日月星 乐童春 和卿中华等 而其中 而其中就以新星剧团 就合作得最久和最长久 这个新星剧团里面 就是任者丹文武生的剧团 在这个时期 陈彦龙就演出过什么剧目呢 他演出的剧目 包括有《红楼梦》 在《红楼梦》里面 他就飾演《临代玉》 另外就是《蕭月伯》 在《蕭月伯》里面 陈彦龙就飾演《张露青》 另外还有《海角红楼》 另外他也演出过 由《徐若外篇》的《虎将美人威》 另外由《黄花节》新篇的 《广东十虎大会》这个《康公庙》 和《七禽万祸》 《涉符救赵》 和《罗卜救母》 另外他也演过《白派》的《气宝》 例如《粗染南桥》等等 后来战事完毕 直到1951年 任劍辉做文武生的新星剧团 因为一些原因 解散了 解散了之后 陈彦龙就在1953年 去了新加坡演出 他加入了《新女儿乡》 《传女班》 就参加演出 《新女儿乡全女班》在日头 劇目就是《光棍恩怨》 而夜晚就是《养子方之父母心》 在《新女儿乡全女班》开罗的日头 他们就上演了《义者推车》 和《坐车》 来给观众欣赏 这个什么叫做《义者推车》呢? 其实就是由陈彦龙和郑碧影 两个人合作 表演《推车》的技巧 其中陈彦龙奉子负责坐车 而郑碧影帮她推车 两个人负责表演 就得到这个观众相当赞许 今天陈彦龙和她的夫妻冲天鳳 也合作拍过一套电影 这套电影叫做《玉女怀胎十八年》 这个《玉女怀胎十八年》 原本是一个乐剧在舞台上表演 丹光演出的原本是邓碧云 但买了个版权后 由香港盛生影片公司 做一个创业作 拍成电影 在这套电影里 里面陈彦龙就饰演主角 借碧影 另外 凤凰女就饰演寡妇 陈以琴 而且这套电影 也是由陈彦龙的夫妻冲天鳳 来做监制的 另外陈彦龙也曾经跟陈锦棠 领导的感成春剧团 拍过一个开山的剧目 这个剧目叫做《烟枝泪灑箭蒲孔》 当时开山剧演出的日期不长 即是考究不了 但它的电影版本 就是1955年 在电影后窗里面 做一个戏中戏的形式来出现 时间到了1956年十月 陈彦龙在这五六年十月 加入了《耀荣华》剧团 就与陈锦棠、黄千岁、欧阳劍等人 就在利母台演出 由潘一帆偏赞的新剧《铁胆鸳鸯》未了情 后来在1957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陈彦龙又加入了《声评》剧团 在晚上就在九龙东乐器院演出 首先反串挂虚坐车 演出六角大风相 跟着就演出班政家 袁一飞和周天博偏赞的 元朝宫为历史伦理剧 叫做《血滴九龙龙凤杯》 在这道《血滴龙凤杯》里面 陈彦龙就飾演 含冤落烂的皇后 而呂母生就是由梁绍萍做的 那梁绍萍做这个女母生 就飾演一个昏军 这个昏军就需要挂骚的 那另外女文母生就由金剑锋做 那这个金剑锋就飾演一个落烂的太子 那另外这道剧《麦炳荣》都有份做的 那麦炳荣在这套剧里面 就飾演一个中心的侯爷 那另外谭善雄也都在这套剧里面有份演出 那谭善雄就飾演奸妃 罗家拳就飾演奸险的国口 另外还有欧家星就飾演奸太子 那这个星平剧团除了这一个剧目 《血敌龙奉杯》之外 还有其他剧目的 其他的剧目就包括 《龙增虎斗凤凰鸣》、《杜玉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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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玉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N频道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陈彦龙的演艺人生 拜拜